吴佩慈落魄了,晒照与往日差距大,已无意暴露季晓波财务状况。 除了梁洛施,高调为豪门产子但仍被拒之门外的还有吴佩慈。 顶着未婚妻身份六年怀四胎,但始终没有嫁进去,多次被炒。 近几年,未婚夫季晓波多次传出财务危机,尽管吴佩慈多次辟谣,但网友也发现他不再高调炫富,低调了不少。 近日,吴佩慈通过社交平台罕见更新生活照,他以及家人均没有露面,只是晒出自己亲自下厨做的美食,只是一片牛肉以及一个鸡蛋。 对于吴佩慈来说,这张生活照与昔日差距很大,网友便吐槽显得有点落魄了。 当初吴佩慈出街有保镖保护,一身名牌傍身,社交圈都是阔泰霍明院。 三年前,他与好友的合影被称为最贵的贵妇合照,身价加起来近万亿,还未结婚的吴佩慈稳坐C位,可见地位不一般。 吴佩慈怀四胎时仍不忘外出聚餐再次炫富,将价值近十万的鱼子酱放在手上摆拍。 最高调的一次是39岁生日,他让主厨将价值连城的白松露片当成雪花洒在身上。 所以,从吴佩慈分享的现在生活与昔日相比,被潮落魄也是情理之中了。